幾乎走的話是要直接拿到外面就化骰就對了 金座 對 就是原本念的那個鋪門品跟那個 放那一頭 放去上面跟人結緣也可以啊 拿到大廟去 不一定要想要化骰 那師傅說其實有一些別的機會 他會建議說你可以去嘗試看一看這樣子 至少在這期中你也學到很多 你也學到很多人脈以為意 神佛給的機會要降溯這也算是個機會 那我們沒有辦法賺那麼多錢 但是有學習的機會跟人脈的推幻 其實是一個很珍貴的機會 那師傅會建議說其實都可以去嘗試看 不好意思 那這個先給你 這個是不利 然後這個是不利 然後另外還有靜宅佛 那他的使用說明就麻煩你去壓低 那還有同路跟你技術的一個推展 要更多元一些 成本的部分也很重要喔 他說你的成本的計算部分也不是很好 可以去重新檢討一下 再學問其他的部分 不然本來已經很薄利多燒了 那運輸在低潮的時候 那蘇工也已經很盡力了 我看師傅在揮汗這樣子 呵呵呵 就是比較成本方面的話 就是在把它 嗯嗯 那師傅說因為現在真的有障礙 有些人你抓住一個管理者 這是一個通路 你抓住他的時候 你的運勢可以只能拓展 你的脈絡跟網路可以進天推展 你不要看眼前的利益 待人陪你們的生意我們不做 是真的很薄利 可是其實可以拓展你的人脈的部分 你就可以去試看看 嗯 成本的部分要特別注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